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即日起至12月2日 在第一展览室举办喜行鱼朔黄辉雄现代雕塑展 共展出125件各种材质主体系列作品 种类丰富多元并具开创性 作品中善发生命力与对话力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感受现代立体的感觉与感动 雕塑这门艺术跟其他的 其其多多的创作形式其实都一样 里面的一种 但它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是以出来以立体的形式呈现之外 它还是同时拥有触解跟视觉的双重感受 所以说它看得到也没得到 所以它是很亲人性的 也是很好玩的一门艺术 黄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无私自同行的 它非常有艺术的天分 那不单是在雕塑方面 在其他像在摄影 像油画 书法 甚至于在咖啡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 都有吸引他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看法 那黄老师这次在这边的展 品项非常多 媒材也非常的多 它这次雕塑种类 不单是不锈钢还有青铜红铜 甚至于包括树脂纤维 那甚至还有湿雕 木雕等等 品项非常的多 黄辉雄老师至1980年代开始创作 40年来创作不错 1984年至1993年 获全国媒展 全省媒展等各大小奖赏不断 实为台湾现代性雕塑牛耳 公益频道 林俊明 彰化 采访报导